演唱會 歌仔戲對於音樂束縮模式這件事情 其實是他們很大的傳統 對 就是說用文字在歌裡面 講情界的發展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非常攜手平常的事 我們在做台灣音樂劇裡面的這些創作者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很新的經驗 因為其實它裡面只有很強烈的養分 就是他們的乎乎 對 但是我們做西方百分越去久的人 可能在這個平衡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到一些新的用很新的東西 就是它的身段代表這個 那我在西方的真實的語彙裡面 要怎麼樣去使用它 對 那這些東西都會讓舞台的氛圍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氛圍 其實這個Opera是用一個叫英文的協議 叫Opera Opera就是Opera Opera我們兩個知道的歌曲 其實歌仔戲本身就是一個歌舞劇 你看到聲段 聲段就是舞蹈 它的唱片就是唱歌 我就覺得要做現代藝術 我只要騎在那裡 叫演員直站在那裡講的 我會覺得有一點不夠 我覺得不夠精采 所以我就覺得說 應該要像歌仔戲一樣 要有歌有